好来 在这边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 Form2 Chapter 3 Algebra Formula的PMR 例脸稿题 在这一边呢 他要 express m in terms of h 跟 k 所以你要把 n 写是 subject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把你的 2 踢上去 ok 然后你在心里想 我要把 m 剩下 剩下一个 m 而已 然后我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剃走 剩下 m 而已 然后你要剃走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是楼上楼下楼下的先剃走 然后square root呢 他就是好像一个物瓦这样 他这边 k 加 m 等于 h 所以你的这一个 2 乘过去 它变成 2 h 剃上去变成乘 除斑过去变成乘 然后我的这一边 k 加 m 我的 square root 搬过来 它变成 square 所以它是整个 2 h 的 square 然后我的这一个 我要的是 m 所以我要的是 m 的话 我把这个 k 挽过去 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 m 会是等于 4 h 块 减 k ok 我们知道 我的这一个 2 h 的 square 呢 它是 2 h 乘 2 h 所以它变成 4 h 块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永远记得 我要的是 m 我从头到尾 我要的都是 m 所以我要的是 m 的时候 把 m 没有关的搬去另一边 把 m 没有关的 按去一边 然后剩下的最后就是这个 m 而已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一直保留着 m 保留着 m 保留着 m 然后我就楼上楼下楼下的踢过去 啊 物瓦物瓦踢过去 左边右边 隔壁床的隔壁床的踢过去 总之我就一直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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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到剩 m 而已 你要抓着这个概念 就是我要的是 m 然后跟 m 没有关的 没有 m 的 就踢去另一边 没有 m 了 踢去另一边 没有 m 了 踢去另一边 然后就是你想象距离 m 越远的东西 越快踢走 ok 就是这样 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 其实只是让让你们知道 我的这一个 2 h square 怎样变成 这一个 2 h 的 square 怎样变成 4 h ok 然后我现在要的是 m 而已 所以我的 square root 搬过去变成 square 然后 k 加 k 搬过去变成 k 好 来 接着我们再去看下一题 这一边我要的是 m 同样的 题目要的是 m so 我要留着 m 是 positive 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 我知道 m 在这边 我把我的减8 搬过去变成加8 所以我的 k 加8 等于 km 我要的是 m 这个 km 呢 是 k 乘 m 的意思 乘搬过去变成除 所以我这一边我都有 k 加8 除 k 等于 m 所以他也就是 m 等于 k 加8 除 k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好 来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题 这一题他要 express k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要留的是 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我3乘上去 所以我的 k 减7 等于 3y 所以我的 k 等于 3y 加7 所以我的 k 呢 等于 加减 square root 3y 加7 ok 其实呢 你在 form 1 到 form 3 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答案 你写成 k 等于 square root 3y 加7 就已经够了 可是你去到 form 4 跟 form 5 的时候呢 你的老师会要求你放加减 然后所以我觉得 于其到了 form 4 方 5 才来放加减 不如你在 form 1 到 form 3 都已经放加减了咯 为什么他会加减呢 你假设我这一边有 x square 等于 25 然后我就心里想 什么东西会变成 25 5 的 square 会变成 25 然后减5 的 square 也会是 25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的 x 呢 其实是加减 square root 25 所以他是加减5 加减5就是代表我的 x 可以是加5 也可以是 x 等于 减5 所以加减5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 square 翻过去的时候 我会放加减 square root ok 可是在我们的 form 1 到 form 3 form 2 的这个作业里面呢 大多数的他其实是没有放加减的 你在你的学校的考试的时候 你不用放加减 可是你在做我的练习的时候 我希望你放加减 你先养成放加减的习惯 你去到 form 4 的时候 你才不会有问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2009的这一题 他 express y in term of x 可是这一题他比较复杂 因为他左右都有 y 你看我现在要的是 y 可是我左右都有 y 首先我会把我的这个 5 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 5 挂弧 k 加 y 等于 3 减 y 然后我再把这个这样跟他乘进去 所以我就有 5k 加 5y 等于 3 减 y 其实他有比较快的方法 就是我在这边乘5 这个也乘5 这个也乘5 然后5跟5月 所以 5k 加 5y 等于 3 减 y 这样就比较快 然后在这边我左右都有 y 的时候 我就看哪里个 y 比较大 5y 比较大 我把我减 y 搬过去 这个搬过来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 5y 加 y 等于 3 减 5k 所以我的 6y 等于 3 减 5k 所以在这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答案了 ok 我的这一个 y 会是等于 3 减 5k over 6 就是这样 好来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一题 他要 express r so 我们在这种做题目的时候 你都要看他要的是 r 所以我要保留的是 r 我把其他的 t 过去 所以你看这一个是客币房的 把客币房的搬过去先 我剩下的是 r 他就有 p-s over q 好 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就加搬过去变成减 乘搬过去变成除 我要留着的是 r 就是这样 好来接着我们看2007的 他这一边他要 express r in terms of p 所以我在这边搬过来 所以我的 r square 等于 p-7 然后 square 搬过去变成加减 square root p-7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当然你 你们在学校考试的时候呢 你就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要求我的学生放加减了 ok 记得 加搬过去变成减 square 搬过去变成加减 就是这样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记得这一课里面呢 我们加搬过去变减 减搬过去变加 乘搬过去变除 搬过去变成 ab 是 a 乘 b 然后你就 的搬的话是除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有这个 x square 等于 y 的时候 我的 x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y 然后我有 square root x 等于 y 的时候 我的 x 会是等于 y square square 搬过去变成加减 square root square 搬过去变成 square 然后或者是我在这一边 我有 x cube 等于 y 的时候 我的 x 会是等于 cube root of y 然后我的 cube root of y 我搬过去的时候 这个 cube root of x 等于 y 的时候 我的这个 x 会是等于 y power 3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加 搬过去变减 搬过去变加 乘搬过去变除 搬过去变成 square 搬过去变成 square root 然后 square root搬过去变成 square ro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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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搬过去变成 cube root 然后 cube root搬过去变成 cube 这样 好来接着我们这一边呢 他要 express n in terms of h 跟 k 所以我要的是n 我把我的5乘过去 所以我5f等于3n-nk 这一题难 为什么这一题难呢 因为它的n 它要的是n n有两次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n抽出来 它会变成3-k 等于5f 所以我的这一个 就会变成5f over 3-k 等于n 所以我的n等于5f over 3-k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3n-nk 我这一边 这个抽出来 是在form2 chapter2的factorization sofactorization呢 我们要记得 我要把n抽出来的时候 我怎样做呢 我在这一边 我做的事情 是我的这个3n-nk 我抽一样的是n 我把n抽出来 然后我的这个n跟n月 n跟n月 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n挂弧3-k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这边 除帮过来变成成 记得我要的是n 我把n抽出来 成这个是成 成帮过去变成除 然后这个就可以了 来接着我们再看下一题 它要express y in term of p 我要的是y 这边上下都有y 我把这整个东西乘上去 所以我这边 我有4y-3等于2挂弧 y加p 然后我把这一个东西 这样跟它乘进去 乘进去 所以我就有4y-3等于2y加2p 然后我要的是y 所以我把这个帮过来 这个帮过去 所以我就有4y-2y等于2p加3 我就有2y等于2p加3 所以我的y等于2p加3 整个除2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我在这一边 呃 这两个合上来 变成这一个 我把我的2除下去 就是这样啦 好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 它题目要的是 express p in term of k 我把我的k丢上去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2乘进来 我就有2p-6等于5k 除帮过去变成成 5乘k5k 然后这个2乘p2p-6 然后接着我要的是p 所以我把-6帮过去变成加6 5k加6 所以我的p等于5k加6 整个除2 所以我的减帮过去变成加 然后我的乘帮过去变成除 就是这样 好 到这一边为止呢 我已经把我能够收集到的 那个pmr的这一刻的 pass year 都讨论完了 ok 然后接着hp的pass year 还有hpm的pass year 还有hpm level的hp题目的pass year 我别的影片再来录